在古代想随便修妻可没那么容易 分件社会女性的地位非常的低下 如果丈夫想要单方面离婚的话 是可以通过七出之条来修妻的 七出之条维护着男尊女卑的等级制度 也维护了夫权和伦理的秩序 那有没有制度是维护我们女性的呢 能保证妻子不被随便的修掉呢 答案是有的 这种制度叫做三不去 三不去又被称作三不出 是古代法律规定的三条不能修妻的制度 所谓的三不去具体指的是 有所娶无所归者不去 与根三年丧者不去 前贫贱后富贵者不去 第一条有所娶无所归指的是 妻子的家族散亡了 如果妻子被修了话就无家可归了 那在这种情况下也是不能修妻的 体现了对弱势女子的人文关怀 第二种的与根三年丧指的是 妻子曾经为夫家的温姑扶过丧 也就是说妻子曾经为丈夫的父母 扶过三年丧的是不能被修的 在古代扶丧三年是件很重要的事情 它代表的是子女圆满地完成了对长辈养老送终的任务 体现了古代以孝治天下的原则 所以出于孝道你是不能修妻的 第三前贫贱后富贵 指的是妻子和丈夫一起共患难过 后来丈夫大富大贵了你是不能修妻的 俗话说的好 糟糕之妻不可弃也 有很多男子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之后 就会抛弃妻子 另逆他欢 在古代这种行为是不被法律所允许的 同时也会深受道德的谴责 陈世梅取得公民之后 抛弃了患难罢妻 另娶了公主 致使妻成为了复兴汉的代名词 妻出三不去的制度一直延续到了年轻时期 古代的婚姻法明文规定 犯妻出非三不去方可与妻绝 俗话说的好 百年修得同传度 千年修得共整年 茫茫人海可以结发为夫妻 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所以古代人对于婚姻也是非常慎重的 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宜 努力爱春华莫忘欢乐时 祝天下所有的有情人都可以白头偕老 抵义双飞 得晕